平三郎看到商骨招招手,那银子顿时堆满了桌子。 他送东西给邓家,本就没有拿到什么好处,若是现在拿走了许多银子,回到福建,不知道要多得意。 我有东西要卖。 平三郎说道,如果价高,我就全都卖给你。 一箱子东西换成白花花的银子,就这样浩浩荡荡回到福建去。 平三郎从来没有觉得日子这样的舒服过。 大把大把的花银子,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大周朝过个热热闹闹的大年,他也玩了个尽兴。 大人! 下属跌跌撞撞地跑过来。 大人! 他们来退货了,说我们给的东西是假的。 平三郎睁大了眼睛,嘴里的吃食,差点没有吐出来。 跟着下属走到楼下,一箱东西就被放在那里。 平三郎瞪圆了眼睛。 我的东西没假。 我们东家说假的,就是假的。 平三郎只看到,远远的有人络绎不绝地走过来,手里拿着的都是他这些日子卖出去的物件。 所有人一件件地放回到他的箱子里,向他伸出了手。 要钱。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,一件也不少。 平三郎仗红了脸,这些人分明是在戏耍他,这些伤骨合起来骗他。 平三郎要上前理论,却被人一脚踢过来。 鲜血顿时从鼻孔里冒出来。 平三郎捂住鼻子。 你们知道我们是谁? 为了掩人耳目,这次上京没有带多少人,只是雇了脚夫,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。 平三郎只听得周围传来笑声。 哈哈哈哈,敢在这里卖假货,你是活得不但烦了吧。 一顿的拳脚过后,几个伤骨带着下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客栈。 平三郎好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,他不能就这样白白挨打,他要报仇。 这些人以为他在这里无依无靠,他却有认识的人。 邓家,他要邓家出面,要让这些人尝到苦头。 平三郎拿定了决心,连夜带着人往京城而去。 第二天天刚亮,平三郎敲响了邓家的大门。 一阵敲门声过后,脚步声传来,平三郎还没转过头去瞧,已经是被人按在了地上。 只听得有人禀告。 侯爷,一共七个人,一个不少的全都拿下了。 你受苦了。 简看着郎中湿针后,大汗淋漓的张氏,姚一文握了握张氏的手。 张氏咬紧牙关,疼痛让他觉得如同置身于雾之中,那针扎在身上就像蚂蚁在啃时说不出的难受。 自从他出了事,公爵府就乱成一团。 父亲被御氏言官揪着写奏折。 父亲当场发怒,说要查个清楚再上奏折。 当下去了顺天府。 没想到,汪城里的小丝已经是吓得什么都招认了。 现在京城里都在传他坐车去庄子上,为的是查婉宁的账目。 没想到,反而被汪城里截了车。 汪城里真正想截的是姚婉宁。 汪家求亲不成,心中有了怒气,想要坏了婉宁的名声。 汪太太也是个拎不清的,大闹了顺天府,仗着皇后娘娘在京城里四处的喊冤。 结果倒是让更多人知晓了这件丑事。 欢歌在院子里让人烧竹子,噼噼啪啪的声响,让张氏觉得心中说不出的烦乱。 欢歌玩得兴起,冲进了屋子要跟张氏玩,被姚依文拦在外面。 张氏想要看一眼儿子,姚依文说道,你好好养身子,过些日子再让欢歌过来,免得重装。 话音刚落,这姚依文吩咐吓人,想把爷带去七小姐那里。 看向欢歌,去你七姐姐院子里放炮竹。 欢歌很认真地点头,张氏立即抬起身子,别,别让他过去,小心放炮竹伤到。 姚依文皱起眉头,欢歌又长了一岁,不能走窝在家里,这么大的孩子,上树爬墙做什么都没有,总不是女孩子,不能养得太娇。 他从外面回来,看到沈元坤骑着马出了胡同,沈静元在后面跟着大喊,握紧马将,踩实了马灯。 话音刚落,沈元坤已经不见了踪影,沈家的下人忙意溜腰地跟上去。 他看沈元坤的样子,分明已经毁了骑马,自家的孩子却还捧在手机里,训斥几句就会哭起来。 张氏心里警钟大作,不行,三清关的。 别听这些,宛宁的婚事倒是提醒了我,我托人请了秦天坚的保障,推算了欢歌的八字,说什么有血光之灾,也都是无稽之谈。 从前家里的事我管得不多,日后对欢歌我会好好教养,你也歇一歇,不要费那么多的心力。 张氏脸色煞白,眼看着姚依文要出门,他尖声地说道。 是不是婉宁给老爷出的主意? 我想让妾身教养欢歌,我身下这一个子嗣,老爷真是要我的命啊。 这和婉宁有什么关系? 公爵府乱成一团,我怕你两边固着,这才安排欢歌的事。 我说了多少遍,让你善待婉宁,你怎么还心心计较? 抓住婉宁不放手啊,要知道这次你和肚子里的孩子能平安,都是婉宁的功劳。 他和肚子里的孩子,他不想要的孩子,张氏要将手指捏碎,浑身无力地躺回到了床上。 父亲失利,姚依文却好像扬眉吐气起来,在他面前越发地无所顾忌。 再这样下去,他不止保全不住自己,也护不住欢歌。 竹妈妈端茶上来,丹柜也跟着进了门。 张氏低声说道,公爵夫有没有消息送来,那边怎么样了? 丹柜脸色难看,不太好,夫人无暇跟奴婢说话,家里乱成了一团,一会儿说明日,就让公爵爷动身去福建,一会儿又说,可能去不成了。 张氏一颗心提起来,想要起身听个清楚,却浑身没有力气,只要稍稍一动,就天旋地转。 他身子这样,又不能回娘家看看,真是急死他了。 汪家邓家出了事,却怎么能牵连到父亲? 每次只要问姚依文,姚依文都支支吾吾的让他不要插手。 丹柜说道, 听夫人说,家里的小庄子上浸了盗匪,伤了不少的人。 说到这里,丹柜停下来,欲言又止。 张氏冷冷地看了一眼丹柜。 我还有什么没听过的,有什么不能说? 丹柜这才道,奴婢是怕伤了太太的胎气,这种话,太太还是不要听了。 张氏的喉咙里,如同耿了鱼刺,狠狠地说道,说。 奴婢是向门上的婆子打听的,小庄子上有几个公爵爷的幕僚被盗匪杀了,血流成河,尸体都满院子似的。 公爵爷的一个幕僚早年好像得罪了一位江阳大盗,这个江阳大盗从大牢里逃出来,打听到了那幕僚的住处,就带着一帮人摸过去将人都杀了。 一夜之间十几条人命,死得太惨了,想想都不寒而栗。 张氏愣在那里,没想到家中会出这样的事。 那些人都是皇命徒,心狠手辣,还好是在小庄子上,府里的人说起来都心有余悸。 他被贼匪劫了车,家里也招了江阳大盗去杀人。 张氏觉得心口的石头又沉了些,他不得不深深地喘息两口。 丹柜急忙上前揉搓张氏的胸口。 太太别想了,好在府里没有人伤到。 不知怎么的,听到丹柜的话,张氏眼泪滚滚落下,什么时候家里只求没有人受伤。 母亲在他跟前说,定然要催一婷好看,还让他放心不用管,却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 沈家呢? 丹柜在张氏的注视下低下头。 没,没听说有什么。 沈家好像很热闹,来来往往都是人,他总不能将这些话跟张氏说,只捡了次要的。 听说沈家六爷的那位老师的母亲病重,沈家女娟都过去侍奉。 大过年的病重也算是件坏事吧。 杨老太太千里迢迢来看儿子,难不成要死在井里? 这也不失是一件坏事。 张氏冷笑一声。 哼,还有没有? 丹柜忙摇头,没打听出什么。 就这样,这样也算是消息。 从几十口箱子抬进来到现在,不管是沈家还是崔家,或是姚婉宁,都没有受到半点的牵连。 汪家这么大的事儿闹出来,宫里也没有动静。 他等了一天又一天,也没有内室上门,没听到皇后娘娘为汪家撑腰的消息。 汪城里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。 张氏刚放下心,如妈妈从外面跑进来。 太太,不好了,公爵府那边出事了,公爵爷被叫进宫里问话。 张氏吓了一跳,浑身颤抖,差点就晕厥过去。 裴明照将抓到的窝人亲手交去了刑部,牢门还没关上,就有内室来查看。 从崔义婷离京到现在,已经有大半个月,闹腾了一个年,这件事儿总算尘埃落地。 内室笑着向裴明照行礼。 侯爷,您这可是大功一贱呢,天家连说了几个好啊,是在夸赞侯爷您呢。 邓俊堂串通窝人证据确凿,远在福建的邓慈昌,就算想要翻案,也已经晚了。 牢房里立即传来邓俊堂喊冤的声音。 冤王啊,我不认识什么贼匪,我是冤王的。 到现在为止,邓俊堂还以为是被人陷害,结了姚三太太。 每次想到这个,裴明照都会想笑。 邓俊堂喊哑了嗓子,都不知道为何还被关着不放。 至于汪城里被关到现在,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。 这就是明智查贼匪,按着找邓家通窝的证据。 这出好戏,起似一个女子的手。 从大牢里出来,裴明照看看天,觉得心头说不出的痛快。 骑着马回到裴家,在门口遇到了妹妹的马车。 裴明慧撩开车帘,露出了一张笑脸。 这是要去哪儿啊? 裴明照问过去,穿着银红色被子的裴明慧,显得十分明艳。 去找婉宁说说话,过了年,我们还没有在一处呢。 裴明照点点头,眼看着妹妹的马车,慢慢地迟了出去。 半晌,她才迈进了家门,换了衣服坐在书房里。 屋子里说不出的安静。 忙的时候不觉得,一旦卸下差事,就觉得仿佛少了些什么。 少了什么?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。 想想在太星时见到她立在马车上的身影。 那时候,她心里在想,这是谁家的小姐? 离开太星,她在思量什么时候能见面? 书琴,终究还是会错过。 婉宁将软姐指给了裴明慧认识。 裴明慧见软姐穿着鹅黄色的被子,举手投足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温婉。 说话的声音也十分的顺耳,就多看了软姐几眼,要让这软姐不好意思起来。 几个人笑着说了会儿话,才算热落。 软姐话也多了,将扬州的风土人情讲给了裴明慧听。 裴明慧顿时羡慕。 从前,母亲说,带我去南枝里看看。 后来,母亲又说,早晚要嫁去邓家,将来有的是机会。 如今婚事没了,她一身轻松,倒是想要去看看软姐说的那些个景致。 说着话,小子端了腌好的鹿肉。 万宁笑着说道,尝尝,这是软姐的手艺。 鹿肉在小泥炉上烤着,汁水和香气外溢。 落鱼几个端来了小时,婉宁笑着说道, 还将桂花酒端下去,裴小姐吃不得这个,换桃花酒上来,我们都尝一尝。 裴明慧不禁有几分的诧异,紧盯着婉宁。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桂花酒? 婉宁笑着就要开口, 话到嘴边却意识到, 奇怪,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? 大约是你提起过,我怎么想不起来了? 裴明慧说道, 我吃了桂花身上就痒,家里从来不让有桂花的东西。 去年族里的姐姐送了我支香囊, 我不过闻了闻,就都起了满脸, 一个月不能出门。 说着话,吓人又端了一碟泡菜来, 裴明慧尝了一口,酸得眯起了眼睛。 这谁做的,怎么这么酸啊? 阮姐扑斥笑出声, 就知道你们吃不惯, 这是我带来的, 在家里吃惯了, 就带了一罐打牙。 扬州没有这样酸的泡菜。 万宁刚想问, 阮姐说道, 这叫平安菜, 行船的人经常吃, 每日都吃才能报平安, 也是别人跟我讲的。 说到别人, 阮姐的脸上浮起了一片红韵。 行船的人经常吃的, 阮姐嘴里说的这个人, 难不成是承家大爷? 承家在福建做茶叶生意, 难免会行船蕴茶。 万宁说道, 是行船人家常吃的? 阮姐点点头, 听说是, 若是不吃就会生病。 裴明慧觉得奇怪, 又加来放进嘴里, 除了酸, 她就没尝出别的味道来, 静静地将筷子放下, 就是个酸, 婉宁看向阮姐, 留给我一些, 厨娘新做了年糕, 就着吃些也清爽。 裴明慧咦了一声, 咦, 这样吃倒是好。 三个人吃了饭, 昆哥早早地放学回来, 赶着换了衣服就要去杨静家里。 婉宁准备好了点心, 让昆哥一并带上, 裴明慧偷偷地瞄了一眼昆哥, 一声笑道, 我瞧瞧神童是什么模样? 却看到昆哥板着脸, 等到婉宁回来, 裴明慧颇有些好奇, 这是怎么了? 杨老太太病了, 杨家没有多少亲戚在经理, 我舅母和母亲过去侍奉了一阵子, 如今家里有事, 就留母亲在那边, 昆哥准备带着点心过去陪陪杨老太太。 沈氏在杨家厨房里忙碌, 好不容易在京城里找到了半罐子的毛辣角, 先用油将鱼扁了, 放了老汤, 炖的汤成了奶白色, 然后将毛辣角放进去一些, 大锅里热滚滚的汤水咕噜噜地冒着泡, 旁边的厨娘直咽口水, 您这是怎么做的菜, 从前我们可见都没见过, 怎么这般的香啊? 造下的大猫都伸直了脖子向锅里张望, 没有经受住香气的诱惑, 将两只白生生的爪子搭在厨娘的腿上, 立起身子看了几眼, 舔舔舌头, 喵喵叫了两声, 厨娘笑着说道, 你也吃好歹呀, 那是给老太太做的, 若是老太太吃得好, 就将这鱼骨头赏了你, 老太太不肯吃, 也没你的份。 老太太病了好些日子, 开始经历的亲戚还都上门, 时间久了, 又赶上大过年, 就没有谁过来, 多亏了沈四太太和沈家姑奶奶来释放。 平日里, 沈四太太在老太太跟前说话, 沈家姑奶奶就在灶上帮衬着厨娘, 做各种各样的饭菜给老太太, 老太太胃火大, 不肯吃东西, 几天下来, 人瘦了一大圈, 家里的厨娘是束手无策。 沈家姑奶奶就亲手下了厨房, 用稀奇古怪的东西, 给老太太变着烦的做吃食。 东西放到老太太跟前, 开始不对脾气, 后来老太太就开了胃口, 家里厨娘做的还不爱吃呢, 就喜欢沈家姑奶奶的手艺。 香鱼汤盛了一碗, 沈四亲手端着送过去。 杨老太太精神好了不少, 见到沈四就招手, 快歇歇, 打过年的, 正是应该在家中热闹的时候, 怎么好牵扯着你们, 眼见我这寿叔到了, 就别为我再费心。 旁边的丫鬟听得眼泪掉下来, 你别这样说, 你是南极老人星, 瘦数长着呢。 杨老太太摇头, 我三岁的时候, 家里来过一个道人, 说我膝下出孝子, 终其一生不能大福大贵, 却能伏几子孙。 终瘦六十七, 我死之后, 家中子孙昌盛, 我儿从此断了孤星命, 我乔战的道人说的也就是今年了, 我这身上的病, 时好时坏, 试了那么多药, 又怎么样? 就算现在好了, 也不过是一时痛快, 早晚还是这条路。 丫鬟又要劝说, 杨老太太摇摇手, 我说了, 大过年的, 说些喜事。 说着看向沈氏, 刚才听到坤哥的声音, 坤哥可来了, 让人端一碗汤给坤哥吃。 沈氏盲说, 这是给老太太熬的, 坤哥已经在家里吃过了。 我老太太可不好糊弄, 这些日子, 坤哥就说换了衣服就过来, 我吃过了, 陪着你回去吃饭。 我说的可对, 昨天我睡着了, 你们就在厨房里吃了。 沈氏没什么可说的, 只说道, 考不出您的火眼睛睛。 坤哥对他越来越好, 不管多晚, 都陪着他吃饭。 杨老太太笑了, 我这常年的冷清, 我那儿啊, 平日里也不回来, 又让人来说被留下休书, 你们何必那么麻烦, 就让人将饭菜摆过来, 我们一起